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换工作 而且都不太顺心 两人都是先裸辞再找工作的 花了一个月 偷了三十多份简历 却连面试邀请都没接到几个 有限的几个面试也很糟心 所以很是受挫 但两个人面对挫折的反应却截然不同 一位说今年运程不太好 找个时间要去寺庙里拜一下 另一位却说 这次换工作太大意了 不应该先辞职再找工作的 一旦不顺后 心态就急了 下次还是要先找好工作再立职 他们两人的反应就体现了不同的三观 是如何影响我们的态度和行为的 世界观是一个人对世界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 它影响着你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人生观是一个人对人生的看法 也就是对于人类生存的目的 价值和意义的看法 价值观是一个人对事物价值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 它一方面表现为价值取向 价值追求 另一方面表现为判断事物 有无价值及价值大小的评价尺度和准则 因此 要真正认清自己 你就要花点时间来捋一下自己的三观 这样你就会知道为何你会持有某种观念 为何你会认为有些人讲得好 有道理等等 二 认清自己的梦想 人是一种容易从众的社会性动物 很多时候我们自以为的梦想只不过是一个跟风的目标而已 比如在明星时期 绝大多数人读书的梦想就是为了种科举做官 改革开放初期 在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的重商氛围下 很多人的梦想就是做生意赚钱 这种跟风的梦想 这种跟风的梦想与你的三观可能是很不一样的 因此 哪怕辛苦奋斗后做了官 赚了钱 你也不会觉得幸福 有一种人生虚度的感觉 在奋斗的过程中也会比别人更焦虑 以这些年很热的创业梦想为例 如果你的创业梦想是在大众创新 万众创业的浪潮下产生的话 你就会需要好好捋一捋 你的创业梦只是跟风 还是你三观的体现呢 如果是前者的话 你就可以好好地思考下 是否还有其他更符合你三观的梦想存在呢 三 认清自己的行为倾向 假期的时候去景点玩 人非常的多 稍微热门一点的项目 就是两排长长的人龙 排上一个小时都不一定能轮完 几乎人人都排得心焦气躁的 我记得在排队等缆车的时候 几乎要排到我们的时候 有位妈妈拉着小孩就插队到我们的前面了 边插队还边说 我们之前就排好队了 刚刚是带小孩去洗手间了 我下意识的反应就是退后 避让 结果排我后面的一位脸色潮红的姑娘不干了 尖着嗓子就喊了 怎么这么没素质 不排队呢 在长时间排队耐心几乎耗尽的情况下 这使人的行为基本就是本能的行为倾向了 我的行为倾向是避让 而后面姑娘的行为是攻击 我们的很多行为都是下意识的 比如 有人坐着晃腿 有人爱清静独处 有人爱发语音不爱写文字 这类行为倾向是很难控制的 因为你还没意识到它就已经发生了 因此你要先立体地了解下自己的行为倾向 这样你才有可能在某些情境下 对这类行为提前做干预 四 认清自己的先天条件 篮球是一项看身高的运动 像CBA球员的平均身高是2米01 NBA球员的平均身高也接近2米 在这么一个常人林立的圈子里 身高不足1米7的人 参与进来会怎么样呢 像NBA 历史上身高不足1米7的只有9个人 还都是上世纪90年代之前的 2000年之后一位都没有 其中最初类拔萃的 斯波特韦伯 1米68 职业生涯场均也就9.9分 2.1篮板和5.3助攻 跟其他身高正常的NBA球星 动辄场均20多分相比 还是失色不少的 这就是先天条件的影响 如果你先天条件不适合某个领域 你再立志 再出雷拔萃 也无法成为这个领域的顶尖人才 因此在了解了你态度和意识层面的三观 梦想 行为星象后 你还要认清你客观的先天条件 在可能的条件下 选择更适合你先天条件的领域发展 5.认清自己的能力边界 如果我请你徒手举起一个150斤重的麻包 只要举起来的话 就给你一万块钱 你是不是可能会来挑战一下 但如果我请你举起一个500斤重的麻包 你还会接受这个挑战吗 我相信 哪怕我给你500万 你也不会接受 这两个挑战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区别就在于 前一个150斤的挑战 还在你的能力或能力成长边界内 你努力努力还是有可能做到的 但后一个500斤的挑战 已经完全超出了你的能力 成长边界了 你再努力也是不可能做到的 还以创业为例 绝大多数人在选择创业时 只看到了创业可能带来的好处 却未评估创业是否超过了自己的 能力成长边界 因此我们还需要认清自己的能力 以及能力成长边界 这样才不会做出挑战500斤 举重的事 六 认清自己的所处环境 三观 梦想 行为倾向 先天条件 以及能力边界 这五项 这五项都是针对自己 往内看的 要认清自己除了往内看 还要往外看 也就是认清自己所处的环境 举个例子 在中国以世袭制为主的两进时期 一个平民家庭的孩子 有没有可能通过学父五车 成为三公九亲呢 就历史记载来看 绝无可能 首先 平民家庭的孩子 要坐到学父五车 就很艰难了 但即使当时有人突破了这一点 在官员实习的制度下 想改变先天出身 成为三公九亲 那也是难如登天的一件事 这就是环境对人的限制 自然环境会限制你的体验和活动范围 时代环境会限制你的视野和影响 你的成长环境会影响你的三观 和行为倾向 你所处的阶层环境 则会限制你的成长高度 因此 认清自己所处的环境后 你才会对自己有更清楚的认识 也就不会去执念于你得不到的东西 从而也就不会那么焦虑了 通过认清自己的三观 梦想 您的收看 喜欢佛山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 期待你的留言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优优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